这样 OK 他应该有看着啊 应该是有看着了啊 忘记了我的步骤要做什么了 过来 你不可以这样 Monday Blue 不是 来 Good Morning 看下来粉丝请帮我们like and share 有两个了吗 哈喽 等一下我看一下 应该是回去了 今天我们做大薯条啊 没有我们今天做一个 因为陆续一个月已经做 没有还没有打招呼 哈喽大家好我是雪明 因为连续已经一个月每天都在吃甜品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做咸的 哦咦咸的啊 所以今天我们就会先做 我们会做两个意大利面的东西 所以面的话我已经 已经是煮过了的 就是看你的包装那边写多少分钟 然后你就跟着多少分钟来煮咯 OK 然后这个虾 虾 虾 我要演一下先 你的虾是什么虾 蓝色的 耶 不懂了 超市场买的咧 顺海虾 蓝色的 OK 然后虾的话呢 Sumarling 帮我们来一下 谢谢你们 嗯 So虾 我们会放 这个是 柠檬皮啊 大概半粒的柠檬皮 半粒的柠檬皮啊 嗯 OK 倒入虾 这里虾有多少 这个虾应该是 200 100 不懂我来 我算一下有多少只 1 2 3 4 5 6 7 8 9 4 11 12 13 14 15粒这样啊 啊 15 嗯 比较中一点的 啊虾球啦 嗯 然后放这个 Chili Flake 所以我们刚才是放的是 Lemon皮啊 Lemon皮 8粒 半粒啊 半粒的Lemon皮 8粒也吓到我 哈哈 不要这样啊 然后 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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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Chili Flakes啊 Chili Flakes 啊 一个茶匙啦 我今天是做辣的 如果你给小孩子吃 你就不要放辣啦 OK Red Chili Flakes OK 一茶匙啊 然后一茶匙的盐 一茶匙的盐 然后 一茶匙的橄榄油 橄榄油就是做西餐的好朋友 OK OLED OIL 一茶匙啊 OK 然后你就跟他捞一下 搅拌一下 搅拌一下啊 要腌时间的 要一点时间的 啊 如果你平时你在家里 就大概腌一个 10到20分钟咯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 应该是等下就直接煮了 OK有时间就腌10到20分钟啊 嗯 OK可以了 然后这一边咯 是我已经准备好了的 所以我觉得你们 因为我买的这个是贝贝南瓜 一小粒 它是这样子 贝贝南瓜 就是这个 贝贝 所以它是金瓜来的 只是它的品种是 它计则是日本的品种 然后他们就引入去中国栽种 所以它的价格不会很贵 OK 贝贝南瓜 OK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一粒用完的 其实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先烤好一半了啦 OK 这个你是怎样烤啊 OK 所以这一边呢就是 半粒的南瓜 半粒的贝贝南瓜 就是这个啊 这个半粒啊 然后这个是 咖喱咯 咖喱 两三半这样子 两三半啊 然后这一边呢 其实加起来也是 一盒的Cherry Tomato 来的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 就不用胜了 你就一咖喱做完的 可以 一盒的Cherry Tomato 所以我们会放一点盐 所以我们要拿去烤一下啊 对对对 因为烤了哦 它会比较香 盐 随意 看起来是正方形 但是不是正方形 来少许的盐啊 什么叫看下去是正方形 其实它不是正方形 哦 因为它是有 它的边有一个比较长一个比较短 你看起来是正方形 它其实不是正方形的 哈哈哈哈 放一点盐 来少许的盐啊 然后standard的咯 黑胡椒粉 叮叮叮 对黑胡椒粉啊 反正煮西餐就是 来来继续拿西洋包的啦 盐啊 黑胡椒粉啊 OK 然后放橄榄油 来橄榄油啦 再会拧拧一下 橄榄油你放多多钟心啊 对 对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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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OK 跟它老一下 你不介意的话可以用手 哈哈哈 你是很想用手欸 哈哈哈 我不用手了 油啊 OK 你就稍微让每一个东西都有沾到油啦 因为我们要拿去烤的 啊 OK 烤到那个南瓜软咯 啊 贝贝南瓜是吗 耶 贝贝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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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我现在去前面先 嗯 OK 所以我们拿去烤啦 OK 所以我们就直接放来我们的 airfryer的中间 中间啊 OK 所以你有看到我们这里有一个vegetable mood吗 所以如果好像有时候你 你有时候你不知道你要用什么function的话 好像烤那种什么 啊 番薯啊 或者总是是菜类的啦 或者有茄子啊 不是也是有人来烤吗 对对对 那种zucini这样子的东西 所以你都 是直接转来这个vegetable 这样你大概就知道是要用180度的 so时间方面呢 就是看你要烤到什么程度咯 像今天我要烤到那个南瓜变软的话 大概是20分钟 ok 所以你就按时间 然后你就再加到它变20分钟 你才按on 这样就可以了的 ok 180度啊 20分钟 ok 所以我拿我的面 所以后20分钟它就会变成这样子了 耶 嗯 好 轻轻轻轻轻轻 哎呀还要烤薯条 不是薯条啊 还是啦 这个是一个啊 我上网看到就是 啊一个网红的小铃嘴 所以它也是用意大利面来做的 就是你烤到它脆脆 然后它就好像一个零食这样子咯 嗯就是你在你在家也可以轻松的啊 做这一个 所以这里大概是250克 250克的那个 280克啦 这我不要300克 因为我刚才量是280克 其实你随意啦 你可以煮多也没有关系的 因为我就煮了一包就做这里 然后顺便等一下我们要煮这个意大利面这样子的 ok大概是280克 280克的那个炸粒粉 这个是已经煮过了 yes 煮好了的 所以等下要拿去烤是吧 对 我们要拿去烤的 烤了就变成这样子啊 so 也是一样我们要放 橄榄油 橄榄油要放一个半 一个汤匙半啊 嗯 一个半 一个汤匙半的橄榄油 Tablespoon ok 主要就是你要给它沾到有油啦 ok 然后我会放这个 这个是其实不辣的 只是有一点颜色会比较好看 这叫什么 Papri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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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wder 大概红椒粉 红椒粉啊 所以有放吗 有放陆可以还是吗 呃 放吗 放比较美 颜色 它颜色就这样子 其实它不辣的 颜色 它是不辣的 主要是给它上色的 我觉得 一个 Tablespoon 嗯 好远就要叠了 什么叠 还一茶匙的 红椒粉 嗯 然后盐啊 大概是 四分之一茶匙 四分之一茶匙的盐啊 不要太咸 嗯 早上啊 请你帮我们分享啊 谢谢你 然后放一点黑胡椒粉 来撒一点黑胡椒粉啊 其实这个东西是很随意的 你可以放咖喱粉啊 那个英式的咖喱粉啊 也是可以放咖喱粉 你早讲嘛 家里有啊 然后你可以好像有一些mix up啊 你家里有一些这种香料啊 你也可以放一点 mix up啊 嗯 给大家看一下 它mix up是 少少了这个 嗯 就是回老的香料 里有什么就放什么就是了啦 嗯 其实都match的 好像那个红椒粉里没有 你就用咖喱粉来代替咯 嗯 他讲英式咖喱粉啊 嗯 英式咖喱粉啊 不要买那个Babas 哈哈哈哈 变咖喱鸡 哈哈 你看也不会辣啊 那个没有辣的 没有那个味道很重啊 那个味道太重了 OK 然后还有一个东西 它是水水乳的 你要不要上粉哦 不用不用 它等下它烤了它就干了了 哦 这个就是parmesan cheese 啊 parmesan cheese啊 哇 这个好了好了 这个放 但是我这里看不到有parmesan cheese 它因为它融了了嘛 所以你吃到 看我吃起来不是有cheese的味道 啊 大概是放 这个是 呃 这个 这个我觉得放多点 两个tablespoon啊 你刚才这个放多少 这个放一个5吧 1.5 直接放两三汤匙啦 我觉得对啊 OK Babas is not for western yeah 哈哈哈 然后我们放两个汤匙的这个parmesan cheese啊 然后你给它搅拌均匀就好 好吃好啊 吃过早餐了没有啊 没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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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然后你就准备一个有 有 可以看很多啊 你搅了过后啊 都看不到啊 你准备一个有铺这个baking paper yes 然后我们就可以拿去烤了 好拿去烤一烤 不能跟碗一起烤啦 哈哈哈 因为你要给它铺均匀一点点 它受热比较均匀嘛 哦明白明白 然后你烤的途中哦 一半的时候你稍微等它翻翻一下咯 我们烤25分钟200度 就是不要电上来最好 尽量不要电上来啦 就是你不要太多 因为等它烤到不均匀嘛 像这样子 大概一个分量啊 我觉得刚刚好啦 就是每一个都可以受热均匀这样子 OK 所以我们会去用200度烤25分钟 所以大概是 就是15分钟过后 你再跟它翻翻一下咯 它就会变成薯片了 啊 它烤出来的效果是不是变成薯片了 我用这边啦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OK 放在中层啊 中层啊 中层啊 它对你中层 耶 OK 然后我们就直接调来这个 Franfries这一边 真的是做薯条啊 不是做完之后啊 然后你调一下你的温度咯 我用200度啊 因为我不要220度太高温啊 200度 所以我先set15分钟过后 等下我们要搅搅一下 OK来15分钟200度了 嗯 烤了会脆脆啊 我不懂啊 对对会脆脆的 它讲会脆啦 我不知道 会会会 你吃水条有脆吗 也未必脆的我 那你面酱暖会不会脆我也不懂啊 好 米其试下 ASMR 哇 来我试一条看一下 要冷一点啊 会会少吗 你看一下 你摸一下看 可以吗 我试这条啦 你看 焦焦的就叫我 可以吗 可以吗 哇 脆哦 有声音啊 我是觉得很脆 我吃到这个还不够冷 所以不是很脆 有脆了 有脆了有脆了 我有那个很脆的地方 我不知道有没有听到声音啊 我外面好像很咸啊 OK 所以现在我要炒那个意大利面了 你可以叫我可以试完整个ASMR给你听啊 所以 不要你要拍视频是吗 OK 所以我们现在来炒了啊 来吧 我觉得这样子做很好做 过来过来 你要煮虾是吗 啊我要炒面了 啊炒面了啊 啊 是啊 不是很浪费一点 什么很浪费 你炸到薯条这样子 不是 我们现在要做另外一款 刚才这个烤了的蔬菜 然后现在我们要炒这个 这样这个哪个做什么 这个我们要炒的啦 跟那个虾 跟这一个他配的意大利面 你没跟我讲 你另外要做多一个 有 我不是讲做两个 啊 做两个啦 OK OK 一个好像太没有诚意了 所以我们做两个 这样这个是完成了啦 嗯嗯嗯 OK这个是炸的已经是完成了啦 我可以用油炸吗 呃 油炸炸不到是吗 油很油哦 会太油吗 来 我可以知道怎样腌制虾吗 哦虾我们是用 柠檬皮啊 半粒的柠檬皮 柠檬皮 然后跟一茶匙的那个 chilli flakes 跟一点盐 跟那个橄榄油 啊橄榄油和盐啊 橄榄油你可以放多一点 所以现在我们要 然后热锅 OK这是第二款啊 然后放橄榄油 橄榄油 橄榄油放橄榄油就热了啦 耶 因为这个锅它受热很快 所以我用中小火就好了 我怕 嗨 I'm wondering who is one manage beauty manchinger beauty的一个助理啊 beauty的助理 OK 所以这里哦 我们就要先 爆香这个蒜米 garlic 蒜米大概这边 我这边有很多啊 你大概是五半这样子就好了 五半啊切片啊 with you shemmy very clever啊 one stone kills two birds the bird is very可怜啊 kill by stone 你怎么这样 放那个chilli flakes啊 OK 我们chilli flakes啊 多少 我放两个茶匙啊 因为我喜欢吃辣 不辣了是吗 这个会 这个有辣 这个有辣 这个是煮ugly oreo的辣来的 chilli flakes OK 两茶匙啊 海水你放回去一下 ok 那我们大概五六半的那个garlic啊 爆香它点 我没有放很大火啦 因为我怕我 掌控不了啦 啊 我们是出击者啦 出击者的小火煮啦 没有 如果你用那个 呃 你家里习惯了的是ok啦 大火的话的话 啊 大炒的不能啊 啊啊啊 我们掌控不到就浓掉了 所以你给它爆香到那个蒜片香咯 ok 可以更多一点点 多一点 Dance do not reply your answer but right only you try again啊 你再message它多一次啊 它可能呢是 不小心按到你message 然后没有注意了 没有注意到啊 ok 稍微爆香了 你再message它没吃啊 ok 我们可以再加多一点garlic garlic油你加多一点用紧了 ok 可以了啦 然后我们就把我们的虾 我们的虾有十五支啊 等下没有十五支怎么办 你是夹到它十五支啊 哈哈哈哈 给它稍微煎一下就好 加啊 不能煮太久会烫 因为我们很快速的啊 我们就把这个丢下去 这个丢下去 然后就好了 食物 要尊重食物 把食物放进去 大家早上好 你好啊 哇 好香啊 我的虾 没有 你自己擅持吃 哈哈哈哈 哇 好香啊 虾 铁菜就有得吃了 要过水吗 虾 它没有过水 没有没有过水 但是我很好奇它的虾 为什么蓝色 它这种应该是好像老虎虾 这样子的吧 特别蓝哦 我看过老虎虾都没有这样蓝哦 我也不知道 我去那个gossery看到有什么 我就买什么了 它烤过了就是那个 贝贝兰瓜 还有那个cherry tomato 烤过了 你稍微跟它那个tomato啊 压一压 压一压 这样它的那个汁就会跑出来 OK 我们要放面了 你看 嗯 yes 一次过炒完啊 虾要不要拿出来先 不用啦 它都还没有全收 你看它还有生生的 哇 好像很多 OK啦 然后放调味 放一点 这个就是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 面豆过料 MX HUB MX HUB 它的调味哦 是不是有放鸡筋粉的啊 哈哈哈 你可以 你可以放鸡筋粉 如果你喜欢的话 MX HUB你放多少 也随意 大概半茶匙啦 半茶匙的 MX HUB 盐 你要放一茶匙都可以啊 你喜欢 盐 呃 等我看啊 一茶匙 大概是 盐啊 一茶匙半啊 一茶匙半的盐啊 嗯 然后黑胡椒粉 好像 蓝色的是放网的虾 哦 就是那种天然的虾 不是养殖场的虾嘛 来我们放的是 black paper啊 黑胡椒粉啊 yes 然后让它炒一盏 捞一捞啊 干炒液粉啊 有人流口水了 因为它有那个南瓜 我叫它留给你了吗 谁 书生啊 出兵 哦 出兵 他比我跟你还煮 是啊 是啊 看你还煮好不好 你要煮一点过来给我吃一下 请问可以 叫圣诞烤鸡吗 哎是哦 你要做出来呢 有有有 我要做了的 只是哦 我的那个鸡退兵来不及 OK可以了 拜试啦 答应你啊 这个鸡退兵的 做出兵的 很可怕 这个鸡退兵的 最多的东西 耶 OK 所以我们这个是 鸡退兵的啦 哎我超爱鸡退兵的 很多能不吃的 OK 你就 但是鸡退兵的很少人来炒哦 都是生吃的 没有 你因为你拌一拌 它就 上锁了 哇 真的吗 真的吗 真的有去数啊 你真是厉害,你还会去算一下,有说我吃虾 OK,我们的Rocket,华语叫什么火箭? 不是啦,芝麻叶 芝麻叶?OK,叫芝麻叶,不是火箭 OK,看错 芝麻叶 怎么回老叫Rocket? 我不知道哦 我真的不会 我很少看到芝麻叶来炒我 有有有,你要炒 因为太深了,它有那个臭青味 酸是好吃的 等一下,我还要加一样东西 烫一烫热水就好了,不用这样煮 来,最后再加味了 鸡筋粉是吗? 没有 放我们鸡筋粉 不要,不要放下来给你了 放上芝麻叶 刚才那个是粉的,这个是有那个比较粗一点的 YES 我要上盘了 上盘了才放芝麻叶 我去拿那个叠子线 我去拿那个叠子线 你叫什么英文的细菌? Rocket 因为英文的细菌是Rocket Rocket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叫Rocket 华语叫芝麻叶啊 芝麻叶 是叫芝麻叶的啊? 是 可以分两盘啊,我看 太大盘了 来,在附近了,过来吃就是了 来 满满的 哇,好香哦 Rocket就好像中式的菜心 中式菜心 中式菜心 中式炒面都要放菜心吗? OK Rocket lip 就这样啦 我们的摆盘不要太多 都不好看 OK,我要去换一下 抹一抹先 是耶,这个因为它有那个 南瓜的甜味 我已经在家煮过一轮了 诶,你没有放芝麻叶起司了 要要要,我现在要撒了咯 来,topping,topping 我们放芝麻叶起司了 哇 诶,多一点 蛤? 麦香味都好,谢谢你的咱们 Pasta没有放太多的咧 是吗? 我喜欢,不能放多一点 可以,我要把我的虾 放高一点 哎呀,掉下去了 小孩子喜欢啊,对呀,没有错啊 诶,不要忘记我们的炸手条 你不是拿一些炸手条放旁边咯 怎么啊,有那个 海鲜泡饭的那个 这个概念是吗? 来,没有芝麻叶,用我们来代替,不要放 不要放咯 或者是你要放菜心也可以 可以吗? 怎么这样子 可以放菜心啊?不能啊? 你可以用回那种西式的搭配啦 西式搭配的蔬菜啦 葡萄莉都可以接受了 葡萄莉 葡萄莉可以啊? 葡萄莉也可以,但是它的形状比较 这个你没有摆盘呢? 我现在就拿一个盘咯 我就知道你要这样问我 你看我急一急,我就跑去拿了 葡萄莉可以放在这里啦 葡萄莉可以放在这里啦 葡萄莉两种方式啊 真的要放一点吗? 炸手条 我这样子看,好像有升级的感觉 你放到太顺序了啦 你要软软的 这样 啊 这样有那个海鲜泡饭的感觉 我真的觉得 有时候我只想要吃软 就要吃硬的嘛 有没有,因为我是吃软不吃硬的 哈哈哈哈 这个是我们炸的 这个是小吃来的啦 你可以当薯片那一次啊 你可以沾你的酱料辣椒酱都可以啊 都很好 然后这个是呈现给大家的 叫什么名字? 这个叫蒜香大虾烤蔬菜意面 哈哈哈哈 这个名字不要取掉 哈哈哈哈 ok来 我们 我们烤一点意粉给大家 烤芋头啊 嗯,ok 所以主要是就是分享一下 如何用airfryer来烤一些蔬菜啊 南瓜啊 番薯啊那种 像好像番薯的话 很多人不是很喜欢去买那个 日本番薯啊 不是它烤出来会很软糯的 所以你直接丢进去 用180度烤30分钟 啊,30分钟过后 如果它还不是很软 你再加时间咯 啊,这样子咯 因为它大小也是有影响啦 所以用180度就可以了的 ok,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ok,so今天我们为大家分享的 就是这个简单的烤蔬菜意面 然后还有一个零食咯 ok,如果你们因为现在学校假期嘛 你可以不要放辣椒啦 然后就可以做给小朋友 来临临拜师啊 我们会交一个圣诞的 嗯,我们会做一个烤鸡啦 不是 不是那个 什么 什么啊 特鸡啊 特鸡 特鸡大大只了啦 特鸡大大只了啦 ok,我们 普通烤鸡就好了 特鸡很近 ok,所以半次的只是我们 11点半一样 ok,好,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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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